今天这支影片我想澄清一下 那前几天相信大家应该都有follow台湾的新闻媒体 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陆沛回到中国之后遭到卡关的这个问题 大家都很担心也想站出来去发声一下 那中国呢很快的就解决了这件事情 就是在今天稍早前已经把他的证件还给他的 而且是由他本人出来澄清的这个事实 为什么我想要澄清呢 就是其中有几位粉丝跑过来 好像他的影片中有提到 那我本人有过去看 其实我看完了之后 包括我的粉丝也去看了一下 我呢没有去曲解他的意思 我有讲他遭遇的这个状况 也是因为看了感同身受 因为我有遭遇过 结合我自身的感受 我为什么要办这个YouTube频道 我就是希望我的声量能够壮大起来 今天你不站出来 明天就没有人声援你 我就讲述了 我为什么要办这些频道啊 包括后面的影片 就是讲一些网友的看法 那这位当事人呢 今天就出来澄清了 希望媒体们不要再报道了 当然他已经也拿到了证件嘛 然后文中这个提到的人哦 其实不是指程老师 那他也特意有提到这位网红 拥有数十万的粉丝 人不在大陆 也不在台湾 却要点评他 回到中国的这个行为 是不理智的 是愚蠢的 我的影片中我没有说他回去中国 是一个愚蠢的不理智的行为 但是后来去经过粉丝 很多粉丝去看了 才发现现在已经有个战场 在互相的撕逼哦 就是两家粉丝在吵 那就是同样是在海外的自媒体人 YouTuber王志安先生 他是在日本的 王志安的节目 其实我也有看过了 他报道了一些中国的时事新闻 还是比较蛮客观的啦 然后他也特意在他的YouTube社群中 进行了回应 然后看到那个YouTube社群 下面的粉丝留言呢 就是两家基本上都是在吵架的 这个状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点名你哦 数几十万的大网红 带风向说中国不自由刁难他 带风向说回中国是愚蠢的决定 还有特别说明不在中国也不在台湾 那不是说你吗 哈哈哈哈迅速被大陆打脸 大陆今天立马就解决了 他本人也亲自拍影片解释了 这个刚刚我已经解释过了 这不是讲我那个王智安先生的频道呢 我也有看过 他确实是数十万的大网红 超过五十万的订阅 说那位网红说 他回中国是愚蠢的决定 不理智的嘛 也是为他着想 也是担心他嘛 如果我今天这么说 我出发点其实也不是坏的 我也是希望他 呃 为了他的安全着想 但是可以知道 看我影片的就知道 我没有在影片中讲这一句话 没有说他回到中国是不理智的 我没有讲 我没有讲太多 主要是讲网路上的反应 包括小粉红的反应 还有特别说明不在中国也不在台湾 那本人我也是不是在中国不在台湾 我在美国 但是他讲的这个 因为是讲王智安先生 他是在日本 对 他不在中国也不在台湾 他说那不是说你 你呀 就多看看YouTuber YouTuber不是只有陈老师一位好不好 我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大网红 我还不算大网红 我在拍几个影片里就说我大网红 这样不太好 然后有繁体中文的 我不晓得是不是台湾的啊 可能也是台湾也有酸民嘛 哪里都有 这是很正常 他说你为什么说他回国 是个愚蠢的决定 他有在新的影片中说明了 这个就不用回应了 应该差不多的留言 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状况 因为大家尤其是我的频道 大部分都是台湾人在看 看到他的频道有这样的一个新影片回应的时候 大家都以为是在说我 因为王志安先生的频道 大部分是海外的这些观众 华人观众是在看的 所以大家会 台湾观众就会误以为是在说我 其实不是说我啦 然后又有简体中文的 粉丝留言 这应该不是粉丝 简体中文留言说 打脸了吧 谁说中国没自由 大陆立马打脸你们这些台湾人 本身都出来回应了 不存在的事 麻烦不要曲解人家的原意 人家也没有求救 那都是你们台湾三立民事自由时报这些媒体说声援他 其实人家在中国自由的很啦 就知道台湾人喜欢造谣秤流量 实际上我没有曲解别人的话 这个我再次强调一下 你可以看我原影片 当然这个原影片我已经删掉了 呃大家看过我的影片都知道 我是前面报道了这件事情 只是报道了这件事情 讲述了这件事情 真实发生的一些事情 随后结合我自身 我说我也遭遇过这一种能够感动身受 然后呢就讲了一些小粉红 包括一些网络霸凌的这些东西 没有讲过多深层次的这些政治的问题 大家可能没有看过王治安先生的频道 其实我还蛮常看的 因为他做的一些讲 呃实证的一些东西 还是蛮客观的啦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他的频道 我可以推荐帮他引流一下 呃可以去他的频道看看 啊他这一次关于这个 这件事件他有进行回应了 啊他是蛮大度的 就是将这支影片就移除了 利亚说的没错 终于说了一次支持大陆的话 台湾媒体喜欢乱剪辑带风向 抹黑中国你们台湾就爽 人家本尊都说了 没这回事 是因为技术问题和疫情原因 不存在刻意刁难 他本人突然出来回应了 他希望大家不要揣测中国的行为 和做过多的解释 王菊超过50万粉丝 符合当事人说的 当事人也有特别强调 他不在大陆也不在台湾 难免联想到陈老师 但如果看过王菊 就知道是在说王菊 他在日本 而且利亚说 他在节目里解读 回大陆是不理智的选择 看过陈老师的都知道没这部分 有看王菊的节目 他确实有深入探讨 不过王菊也是个人想法啦 出发点也是好的啦 总之 算民们走错地方啦 简体中文 跳出来骂那些台滴 台独都不敢打 都2022年了 你台独都不敢打出来 拜托 你还怎么想武统啊 笑死了 当事人根本不需要社会的关注 台独再自作多情 我相信大家发声之后 中国快动作给你处理 现在你拿到证件 却批评那些帮你发声的人 而且这么针对提到王菊 现在看到大陆人和小粉红 都在各自留言区 说你本人出来打脸台湾人 和台湾媒体 看来真的很心寒 你可以说不希望媒体声援 没必要站在对岸政府立场 直接骂那些帮你发声的台湾媒体 这跟中国国台办发言有什么区别 就说是台湾当局居心否刺 过度解读 搬石头插自己的脚 我看台湾人这次真的是 搬石头插自己的脚 帮别人发声就被这样回应 那相信这种留言也是会有 因为大家可能 有些粉丝会被伤到心了 或者是当事人的粉丝 或者是王先生的粉丝 或者是也有我的一些粉丝 或者一些就是普通的台湾人 可能会难免有些人会觉得 被伤到伤害到了 现在他说中国政府是因为疫情 和正常的程序 然后认为台湾媒体和那些 帮他发声的人是在害他 是在加息 如他所说的台湾的小剧场 那请问正常程序 当初为什么阴阳怪气的 发出两支求救讯号 当然被你删除了 现在大陆官方注意到 大家发声才解决了问题 你拿到证件后反而怪台湾媒体 我看所有媒体都删掉了你的影片 台湾媒体真的很心软 也是想帮你发声不是为了流量 中国不缺流量 你这样指责那些发声的人 真的感觉他们很不值得 这也是跟刚刚的留言是类似的 就是感觉被伤到了 然后呢我想说 我就不讲小粉红这样的言论了 我就想说 不管是王先生的粉丝 还是台湾网友的这些 去批评他 就是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然后可能会伤到这些台湾网友的心 我觉得大家现在就包括我 我建议我的粉丝就不要去他的频道下面去留言 说什么你怎么这样讲 我觉得尽量不要给他一点空间 那今天我回应这样的一个不实言论 难免还是会提到这件事 但是大家也看到并没有做过度的解读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给对方一些空间 我个人觉得是这些台湾媒体 包括台湾人他们真的是是好的 是去想要帮助他的 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跟声援 那也如此媒体关注之后 像台湾的政府都介入调查 像是陆委会啊 都要去开通管道协助处理 有人提到李明哲事件 大家声援释放他 包括像中国最近发生的白子革命 全中国人声援 乃至全世界都在声援 那中国不就解封了吗 所以声援还是有用的 其实简而言之这件事啊 它不是台湾当局造成的 也不是台湾人 也不是台湾媒体 我觉得就是大陆的这些网友 小粉红啊不能以偏概全 主要是这个群体造成的 在他还没有回到大陆之前 就由小粉红开始在网络上 要举报他 要人肉他 我可以带大家来看看 不管是在微博 还是抖音上的一些 大陆网友的留言哦 有大陆网友说 我只能说被国外洗脑太深的人 都会对我们国家指指点点 他说当事人 说什么不自由 请问国家不让你干嘛呢 不让你吃饭了 还是不让你上学了 请问你的自由 只限于上学跟吃饭吗 也是牲畜吗 还有其他网友说 台湾人都只是利用这些陆配 来搞大外宣 把台湾美化成啥了 实际上一个小岛全是台独市立 这种地方树点望族 我相信不会有几个中国人 能长远待在那种地方 他被人卖了 还帮人数钱呢 我觉得 大家如果去了台湾 都不想回来吧 什么叫 你相信 还真的不是你相信的 你去了你才知道 你说你相信 你相信不会有几个中国人 能够长远待在那种地方 他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 笑死 你又不看看最近中国的网络数据 多少人在搜寻移民的关键词 拜托 我刚刚打电话到他老家派出所了 哈哈哈 警察说记录下来了 会向上级反应并重视这个问题 相信很快就会有领导和相关部门 对他进行关切 哈哈哈哈 我相信这次事件 这些人的留言也脱不了干系 包括下面有人说 我看很多人都打电话举报了 就是他回台湾之前 很多人举报他以前的那些言论 向公安局举报 他接着说 我看很多人都打电话举报了 笑死了 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举报了 我认为大家团结起来 把这件事闹大 他回台湾就不确定了 多可怕 大家想想 我现在跳回去 看看这些人当时的留言 我都觉得后背发脸 今天我这个视频发出去之后 一定会有相关部门的人盯上你们 我打电话过去 警察说上面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已经在重视了 嘿嘿嘿嘿 看来人民群众的力量还是很伟大的 你竟把这些人民群众的力量 用在这种 害自己同胞的身上 相信你在上次 中国发生了一个革命的事 你有为你身边的同胞去发声吗 我也打了 可以隔几天再打几次 顺便帮大家整理一下 电话打 某某某某某 网站举报警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你大家不觉得很可怕吗 如果你是当事人 你看到这些留言 你绝对会害怕死 这些网友真的 我觉得太恐怖了 如果是我 我还没有回到中国 当然我不会回中国了 我没有回到中国 别人就开始知道了 然后又再打给当地的警察公安部门 然后甚至让所有的网友进来这样网路霸凌 然后还有什么懒人包贴出了电话号码 还有政府的举报电话 政府的举报网站 这真的是非常夸张的 这些 这真的是非常夸张 如果是我 我看到这些都很害怕 下次再出现错误的引导方向 我就会把你们账号爆出来 还有人说 这个人在油管上有频道 下面台湾人一个劲的支持他 估计他沉浸在台湾人的吹舔中吧 台湾人也只是把他当刀子戳大路 把他耍得团团转 他是不是参加了名插党的活动 不想讲脏话 我过去在频道中有讲什么三字经 很多台湾人觉得蛮好笑的 当然最近我看到一些台湾人有这样的留言 就是说 希望我可以减少这样的脏话的部分 那过去我喜欢讲这些三字经 是有一种外国人的心态 因为我不是台湾人嘛 那我不管是喜欢讲韩文的一些西巴尔 啊真的西巴尔子呀 你知道这是一个外国人的心态就觉得讲干啥就比较有趣 但老实讲我会听这些观众的留言啦 是会改进 那之后我可能就不会讲这些了 接着讲他的 他说他是不是参加了名插党的活动 哦 你名进党都不敢打出来 这个党是存在这个地球上的 你为什么连进步的进都不敢打 还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在进步呢 我现在说中国都说你们国家 还是说说我们中国没有在进步呢 你为什么连进步的进子都不敢打 OK不多说 他是不是参加了民进党的活动 听说在台上舔台湾所谓的明zzy 哦 你为什么要用英文啊 中文不可以好好讲吗 为什么要用英文来代替呀 真的 哇我觉得真的替祖宗感到这个很丢脸 民主自由都不敢打出来 还是说你真的不会写 把民主自由写成英文的字母 叫明z自外 明z自外 明z自外 是什么意思啊 民主自由就自民主自由嘛 好吧 接着讲 听说他在台上舔台湾所谓的民主自由 这不就是案子中国没有民主自由吗 哇 你好有自知之明哦 对啊 中国就是没有啊 这种舔人 把他丢去台湾才是最好 不要污染中国 谢谢 那你们为什么要把他留住啊 很多人说把他留下来 抓住他 你们真的逻辑很混乱的 你们不能一致一下 你们可以组建个群组 大家全中国小彭 大家拜托一致一点好不好 那么不喜欢他就让他回来呀 不要污染中国 谢谢 哦 你这里用中国啊 所以很多小彭讲过多少字 麻烦你讲大陆啊 讲台湾的时候 你也知道中国台湾 所有的小彭 以后讲台湾 请你用中国台湾 你讲中国的时候 请你用大陆 你不要一面批评台图 一面自己却变成了台独的小先锋 每天自己在那边就搞台独 还不让我们这些台湾的粉丝去 去讲这些东西 你真的是 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这个逻辑也太夸张了吧 这还是我们中国的古语了 你不可以这样子哦 还有人说抓了一个台湾人而已 台湾政府抓了多少中国人 两千三百万啊 什么意思 没有看懂 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被民进党洗脑成啥样了 没个数 他的意思是说所有的 包括我们荧幕前的这些台独分子 所有的台湾人都是被台湾当局给绑架了 你们的思想不是你们原本的思想 你们是被植入了 是被民进党洗脑了 所以他说中国现在绑架一个台湾人而已 你们台湾 你们台湾绑架我们两千三百万 中国人啊 中国台湾人 你们还好意思来讲 天呐 这些小朋友真的逻辑真的 如果按照他们的理想啊 这个逻辑还能行得通 但是蛮牵强的 你们别以为你们是自我意识 洗脑的人都会说没有被洗脑 哇这个我觉得反过来讲 真的还是蛮贴切的 洗脑的人啊 他从来就不会说自己被洗脑了 说的就是你们这些小粉 实际上你们身体流淌的就是中国血液 大脑被台独控制罢了 你们台湾人自己就是受害者 希望祖国早日统一 早日实现台胞证 统一改换中国居民身份证 天呐 你在这里还好意思讲中国居民身份证 你是公民吗 拿这个居民身份证 我觉得这两个字都蛮侮辱公民的 之前抖音的台湾网红 台湾表妹有呼吁大家举报 他们这些陆配台独 结果真的有效果 为台湾表妹点赞 哦还有一个 我就说的没错嘛 主要还是大陆网友的原因造成的 不光是刚刚这些大陆的普通素人网友 台湾表妹这样的 他是比较知名的网红 这些大陆网友的这些神操作 还真的是台湾表妹 这一个大陆网红开的头 所以我刚刚在想 为什么这么多大陆的小粉红网友 都在上面留言什么举报 包括甚至贴出了电话 政府的网站去举报 其实这也是你台湾表妹嘛 你这个大陆抖音网红开的头嘛 还有那个韩国人 你们真的积一点得吧 把人家害成这样 人家现在这个说话的空间也是受限的 我相信大家还是不要去曲解当事人了 我希望给当事人一点空间 可能有些台湾人真的被受伤了 很伤心 大家暂时放下这个伤心 不要做过多的解释 总之呢 我希望我的粉丝 还有这些很多的台湾人呢 大家就不要去当事人的频道下面去留言 说为什么要这样子 大佬同胞你们注意了 最近出现一批这样的人 可能你们会被蒙在鼓里 叫做绿佩人 什么是绿佩人呢 就是他本身是大陆人 他嫁过去台湾 但他的老公是个绿的 慢慢慢慢的 他也就变成绿的 就叫做绿佩 这些人他在岛内 是以自己人的身份来玩自媒体 视频故意的去引导方向 比如说台湾是最后一片净土 没有贫富差距 没有学区房 人均工资好几万 等等等等之类的 评论区呢 也会故意的去引导方向 哎拜托 你们不要忘记 你们的根在哪里好吗 今天我这个视频发出去之后 一定会有相关部门的人 盯上这个 这次先给你们提出警告 下次再出现错误的引导方向 我就会把你们这样好放出来 还有那些在岛内玩自媒体的台湾两面人 你们的狐狸尾巴也已经露出来 你骗得过大物同胞 但是你骗不对我 你们好不为止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留个广告 观看影片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助频道